当我第一次听说佳能要发布R5C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佳能你怎么又加了一个风扇 然后又拿出东西来卖了 这毕竟挤牙膏也是佳能的祖传技能 也是一个梗 实话说R5是一台 如果用来拍照非常优秀的设备 但如果你用它来拍视频 它是一台参数上完美 但实际使用非常淡疼的东西 我们的痛点其实都非常明白 就是过热 直接摧毁了这台相机的视频功能 本质上你只能把R5 当成一台4K跳踩的相机来使用 它的4K超采样还有8K 更多像是佳能发给你的一张体验卡 可以这么理解 真的没有办法当成一个生产力工具来使用 一般拍视25分钟以后 它就会出现严重的过热循环 而且你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除非加上这么一个愚蠢的风扇 也只能稍微改善一点 所以我们公司买的三台R5 现在全在仓库里面吃灰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佳能一直都是 的态度 但是当我真的拿到R5C 开始使用它的时候 越用越深我就发现 也许佳能把这台设备取错了名字 我甚至觉得它不是一个R5的升级版 而是佳能C70的升级版 也许C90是更适合它的名字 如果你看到了 水平均许佛能力的 水平均许佛能力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完样片 你觉得R5C的表现怎么样 如果你想要下载对应的素材试一试的话 我们这次也把RAW素材上传到了我们的官网 YSJF.com 完全免费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务必三连支持一下 流浪费还挺贵的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 我觉得R5C的画质表现真的非常不错 无论是色彩还是锐度都相当优秀 我们的样片大部分都是使用8K 50帧的RAW来拍摄的 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 我们使用了6K 50帧的RAW 那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个选择 等会我会详细来讲 首先解答大家第一个问题 就是它还过热吗 那答案就是显而易见的 不会 R5C这个巨大的风扇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存在的 它的最大风量甚至比一些电影机还要大 虽然有一些噪音 但是可以接受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测试 目前不管你录什么格式 录多久 把卡路满电池录光 我们在杭州的气温之下都没有遇到过热的问题 而且甚至有点离谱的是 在录制过程中 它这个机身风扇根本就没有转过 这就让我不得不怀疑当初R5到底是真的过热还是佳能在演我 所以不管怎么说 恭喜佳能 现在总算是没有过热这个梗了 那除了风扇 R5C现在还增加了时间码接口 这也是机身上最明显的一个变化 在多机位拍摄的时候 时间码还是一个非常必不可少的东西 最近我们也在制作一次有关多机位拍摄的教程 你可以期待一下 没有关注的话也可以点个关注 那简单来说 有了时间码 你就可以在后期上规避 生化不同步 或者对轨的问题 只要按一下就可以了 那回过头来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 R5C这个时间码接口 它不是一个通用的时间码接口 你还需要买个转接线才能使用 而且这个线也不便宜 那再有一点 就是佳能现在的热靴也有了升级 变成了和索尼一样的智能热靴 你可以直接插上一个XLR的音频模块 不需要接任何的线 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干净的声音 那唯一可惜的就是目前这些设备我们都还买不到 所以没法测试给你看 那这些配置上的升级看得出来 佳能的诚意还算不错 但是R5C相比R5减少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配置 就是机身防抖 佳能官方给的解释是 R5C的电子防抖配合上我们先进的RF镜头防抖 已经完全够用了 我非常怀疑这个看法 那我其实更好奇你是怎么想的 我先来讲一讲我个人的观点 对我来说这影响确实没有这么大 但是有一些人的影响注定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又想来拍照又想要拍视频的 没有机内防抖在拍照的时候曝光时间会大大减少 你没法手机来拍摄也会影响出片率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还行 因为如果你要做严肃创作要拍视频 那无论是稳定器还是滑轨 你基本上还是逃不掉的 无论你有没有防抖 结果都是一样 那讲完了外观上的变化 本来我觉得R5C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就剩这么几个小点 佳能一般挤牙膏就挤着点 但是没有想到 R5C真正提升的点 是在你打开相机的时候 这次佳能在这台巨单之上第一次使用双系统 也就是当你要打开相机的时候 向右拨动就是选择视频模式 菜单会自动切到C系列 也就是佳能专业摄影机的菜单 你向左拨动就是照片模式 菜单就变成了大家熟悉的微单相机的菜单 这个设计真的太妙了 给佳能的工程师老哥点个赞 当然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采用了双系统 所以你在照片模式之下 就没有办法录视频 而且两个系统之间切换 大概需要4到5秒左右 会有点长 所以如果你没有用过C系列的菜单 那你需要花一点时间来熟悉 但是我觉得这还是挺值得的 佳能的菜单设计还是非常扬间的 在视频模式之下 无论是尾色 视波器 自定义的LUT 快门角度 变形宽屏幕反击压 黑平衡 还有自定义卷号等等 这些以前 你在电影机上面才有的功能 R5C是一个部落 全部都给下方 这个体验真的太棒了 从里到外就是一台 长着微单样子的电影机 但是这个技术下放 也是要在场上有着 优秀UI交互的前提之下 比如说像索尼的摄影机 那我得跪着求他们 千万不要把这个菜单 下放到微单上面 真的求你的索尼 千万不要下放 不要效仿 谢谢 那到头来 无论是外观设计 还是内部的菜单逻辑 最终服务的永远是它的画质 如果R5C的画质不能达标的话 那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那先说一个结论 R5C的画质确实相当的优秀 可以说是在这个体积之内 最为优秀的相机 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 只要只看几个参数的话 那如果你问我 R5C最适合拍什么格式 那我们的答案应该会有点奇怪 我会推荐你拍S35画幅的 6K 50帧RAW的LT的视频 为什么要这么拍 那在解释之前 我觉得你可以先来看一看 搭配上这个佳能0.7增光解胶环 用这个格式拍出来的话 MING PAO CANADA 确实R5C最高能够支持8K60帧内陆12bit压缩RAW的能力 那在这之前只有RAD的这些重型摄影机 比如迅猛龙或者Monstruo VistaVision才能做到 那唯一能和它抗衡的就是目前还在努力更新固件的Z9 我也很期待Z9更新固件那一天 放心我没有忘记一定会出评测的 当然这么强的参数想要放进这么小的机身里面 那一定在某些地方会做出妥协 当年R5选择了妥协录制时长还有过热 而R5C佳能应该是学乖了 可以说是相当聪明但是也相当硬坚这个妥协 问题出在佳能这颗祖传的LPE6电池上面 一块最新的LPE6NH电池 大概也就只能支撑R5C拍出8KRAW半个小时左右 简直就是梦回到BMPCC4K还有6K的那个时候 反正在高画质面前LPE6电池真的就是噩梦 但是最阴间的不止于此 你说你电池续航短吧 你能多带点电池来解决 但是问题出在当你兴致勃勃 把8K50帧RAW参数设置好之后 说开拍然后啪你屏幕没了 镜头就不会工作了 光圈对焦全部都没了 这我直接就懵了对吧 当时我们第一次使用 如果你想正常的拍摄 你会发现佳能给你提供了两种贴心的方法 一种你就别用我们的RF镜头了 你直接用手动镜头就可以了 但是佳能目前不允许第三方生产RF卡口的镜头 所以市面上能够选择的RF手动镜头也非常的少 所以你大概率就会使用转接环 但是RF转接环又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框量 RF卡口虽说用来拍照还不错 但是用来做专业视频接那种重型镜头 你会发现它会咔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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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有这种声音 那另外一种方案佳能也替你考虑到了对吧 你说你不想接转接环 那没有问题啊 我们给你想了个好方案 请用充电宝 你直接把充电宝给它插进它的机身 这个时候镜头就恢复了工作 自动对焦还有光圈那都回来了 这也是佳能官方推荐的解决方案 就这么离谱 我是真的第一次看到还有这种办法 所以 所以我就在想佳能你为什么不能像GH6一样 做一块新的更好的LVP6电池 老电池依然兼容 但是如果你想要录制更高规格的视频 可以用功率更高的新电池 谁说这个问题很阴间 但是也是有办法解决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会说 拍摄S35画幅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拍摄S35画幅的 6K 50fps RAW的LT的视频 在这个格式之下 所有的功能都是全的 你也不需要接一个充电宝 而且相比8K 数据量也会小很多 一张512G的CFB卡 8K 50帧的RAW LT 你只能拍摄30分钟左右 那如果你拍摄6K 50帧的RAW 那你就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录制时间 那这个文件体积是我们目前 算是可以接受的 那画质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损失 所以你可以猜一下 哪个是8K 哪个是6K拍的 反正说真的 我在大屏幕上看也很难看出明显的区别 那讲到了RAW的格式 其实你在拍摄这种8K超高分辨率的时候 压缩RAW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评测过那个Marvel Edge吗 一张1TB的SSD 如果你拍摄ProRes 只能拍摄13分钟 那个最高的规格 这个差距还是相当巨大的 接近7倍 6倍7倍的区别 而且RAW的后期可修改空间也会更大 你可以调色温 白平衡 ISO 都可以控制 现在达芬奇也完美支持了 我们也测试了在公司的ME Max电脑上回放 基本上是不会出现卡顿的 那这个只有以前RAW才能做到的功能 现在佳能也可以实现了 我不知道佳能是怎么做到的 以前他们的RAW特别卡 现在就很流畅 但是我觉得这次佳能25C的压缩RAW 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升级 佳能属实是把压缩RAW给真正的玩明白了 但是无论怎么说RAW就是RAW 你文件体积你再怎么压缩 还是会比他们的XF AVC编码要大很多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可控的文件体积 又能用到全画幅 又能录到比较好的画质 你大概率还是会用到XF AVC编码来进行录制 这也是佳能独有的一个编码格式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超采样 如果没有超采样 你就会回归到RAW5那样 呈现出一个非常肉的画面 这并不是我最想要的东西 实话说RAW5C确实比RAW5改进了很多 你可以对比 看一下画面 这个是RAW5C 这个是RAW5 7K超采4K的画面 那当你拿出来和RAW5C一比 你会发现 明显RAW5C只有7K的分辨率超采到4K 但是仍然会比RAW5C显得更锐一点 我是希望佳能在RAW5C的超采上 能再下一点功夫 有可能通过固件更新来解决 但是还是那句话 永远不要对厂商的未来抱有任何期望 只看现在 所以综合来说 佳能RAW5C真的做对了 几乎全部都做对了 在拍摄25帧或者50帧的时候 无论是它的画质还是使用体验 几乎就是无懈可击的 可能要是有个MD会更好一点 但是你可以通过转接环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它有一个死穴道是真的 就是升格 单看这些升格画面 你甚至很难分辨出来 它这到底是4K还是1080P 如果你想要一个对比的话 这里有个非常直观的 这是索尼FX3 4K 120帧的画面 这是R5的4K 120 对比下来原因也非常简单 因为FX3本身是一块4K的传感器 可以做到全像素采样 佳能这块8K传感器 它没法做到8K 120帧超采样录制 那就彻底超刚了对吧 所以佳能采用的方案就是跳踩 因此画面也会变得肉痕 最后无论你选择什么格式 R5C的果冻效应 都还是相对明显的 实话说索尼的S3 用的这块传感器以外 果冻效应 几乎是所有全画幅相机的通病 所以R5C也要尽可能减少大范围的 快速的横向的移动 高感和动态范围也是注定逃不掉的 两个话题 R5C这次有双原生ISO 分别是800和3200 这对于一台8K分辨率的相机来说 它的高感表现 绝对是称得上优秀的 让我心中有点个影的 主要还是动态范围上的缺失 R5C目前只有C-Log3 这一条干嘛曲线 理论上C-Log3 能够拥有14档左右的动态范围 但是目前R5C应该只有12档左右的宽容度 你可以对比一下 这是佳能C-300M3 带有DGO设计的这么一块传感器 拍摄的C-Log2的画面 这是R5C的画面 在完全相同曝光之下 C-300M3拍摄的窗户就很明显 会有更加丰富的细节 而R5C就会有这么一点过曝 所以如果你想用R5C 获得最大的宽容度 那你最好还是拍RAW 后期把素材映射到C-Log2的曲线之上了 那理论上只是R5C的最大动态范围的设计 但是相比C-300M3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这是让我觉得比较难以接受的一点 12档的宽容度在今天看来 稍微有这么一点不够看 那讲完了画质 还有参数 还有机身设计 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对焦 这也是佳能的保留优势环节 佳能对焦在我们的印象里面 一直都是低梯队的水平 对吧 基本上不用操心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这里我会稍微泼一点冷水 因为我自己用了很久的R5 我已经发现 R5的对焦并不像想象的这么美好 到我们拿到R5C的时候 我们再测了一下 这个对焦能力更是让我开始怀疑 我是不是能够完全信赖佳能的对焦系统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即使有人在画面里面也有眼控追焦 还是出现了一点抽空箱的现象 而且我们用的就是RF原生的镜头 虽说这种情况并不是每次都会发生 整体还是可靠的 但是你要说它完全可用 我会稍微打上一个问号 至少目前我们手上这台R5C 出现了不止一次这种情况 所以到头来 当你重新再开始计算 这次R5C的革新的时候 你会发现佳能确实还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的 但即使本质上 这才是R5应该有的样子 对吧 我希望它是能拍照也能拍视频 都好 但是因为当初的过热 让R5从视频王者台上掉下来 现在R5C重新站上了这个舞台 和所有厂商开始了新一轮的8K的斗争 现在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压力来到了索尼的头上 Z9还有R5C都已经在你门前了 索尼老弟 对吧 就得你 搭起来 快点搭起来 到头来 无论这些厂商怎么样竞争 获益的永远是我们消费者对吧 我也真心希望这些厂商能把更多好的功能给下放出来 让我们创作门槛变得越来越低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次R5C的评测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请务必点赞到B3连转发 拍样片 还有拍这些B-roll 还是挺吃力的 希望你能点赞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by bwd6